近日,开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6号楼的600号画廊正式对外开放 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在精神病院里展示精神障碍患者作品的画廊 这些绘画的作者在社会上被定义为精神病人 而医生则称他们为病人艺术家 据悉,首期画展名为线条、颜色和故事 展出了15位病人的60幅作品 是过去两年间,医院患者的高水平画作 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展览策展人陈志明介绍 画展位于开放式的走廊 民众可以自由前来参观展览 不需要预约,也不收费 陈志明表示,绘画可以对外传达精神障碍患者的思维世界和日常感受 能有效削减公众对病人的恐惧和歧视 因为我们的公众对于精神障碍患者 总体来讲还是缺乏了解,有一些污名化 所以科普工作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只是做的其中比较小的一部分 也就是希望通过艺术这种方式 来帮助公众走路到我们精神障碍者的内心当中 什么样的绘画作品能够上画廊 陈志明说,患者作品中的艺术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是他们表达出来的内心感受 如果一幅画马上就能够打动我 那么我就会觉得这是一幅很棒的画 我们不会过多的去教他们艺术技巧 然后也不会呢就是给他们一些限制 或者给他们提一些要求 我们更加鼓励的是 让他们能够自由自在的 没有限制的倾听自己内心的感受 去把自己内心的感受 用画笔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医院待了近十年的患者张先生说 每周一他们都有老师来教授绘画课 每次绘画都会有一个主题 他最喜欢的主题是春天 有花有树还有草 张先生笑着表示 他非常喜欢这条焕然一新的画廊 他的作品也将出现在画廊的后几期画展上 很多画我就觉得不太专业你知道吧 就画得很差 然后一挂上去我觉得挺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感觉也挺好的 因为我们这条走廊 以前不是这么明亮的 以前会那个灯也没太亮 那个有些灯坏了也没坏 现在焕然一新了嘛 画廊未来计划每两个月左右 更换一次画作 陈志明坦言 这一次画廊得到了很多关注 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 他们有很多关于病人艺术家们的设想 准备在条件合适的时候 把他们一一实现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病人的画作 以及我们病人艺术家 推出到我们社会上的公共艺术机构 像一些专业的美术馆 那我们的画在那边办画展 这样子就能够把这个影响力辐射到艺术圈 也能够因此 让我们的病人艺术家 能够和社会上的艺术家 有更多的交流 中文字幕 decisions 感谢观看